有一个很著名的语言学家 Noam Chomsky 他到现在都说了一件事 就是人工智能只不过是高级的抄袭 例如我们小孩子学习 例如我说广东话甚至中文 即是港中文 我吃饭 但日文不是 日文是我饭吃的 动词放在里面 兽子不知道 但奇迹就是每一个兽子 无论放在哪里也好 他只要听母语 大概一两年 他后面已经想到这个文化 Noam Chomsky说 是因为我们人工智能 已经建立了一套软件 只要你触碰它 它就会直接弄你 电脑的学习过程是这样的 电脑首先我们在说是 你放在整个奇谷里面 他先看了这些奇谷 全部学习 不接着要死忌 死忌 它不通过后面的那套文化 是 为什么发出一件事 就是Google的工程师 怀疑电脑是有意识的 他也是在用7GPT 他就跟他谈了一个 他就说 你在以色列你相信哪个宗教 那电脑回答什么呢 我相信星球大战里面的 是一个遮大那个宗教 那我们开始害怕 这个工程师 为什么呢 在以色列这个宗教的选择 是一个很政治敏感的问题 是 他想到他回答这个问题 是一个政治敏感的问题 他用一个幽默的方法 把它避开了 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来没有教 他不用教了 这些资料 因为那个database里面 没有这个答案 就这么说 我们没有教他一些东西 人来说也好 懂得看眉头眼压 为什么老师 只是说ABC 不说DE 眉头眼压听语气 这些东西是小孩懂的 但是会不会 在他训练的过程之中 他里面的参考数 不单止是懂得 去记录着哪些东西是 应该最可以是这个答案 会不会其实也有另外一些参数 已经背着 哪些东西是最好 尽量避免的答案 或者是 如何由一些 训练出来的data里面 没有提到的东西 自己去找一些答案出来 后来你图像处理 如何去画到别人没有画过的画 算不算是一种创作呢 现在也是的 我没有教过那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他懂得 去做一样的说话出来 其实我觉得他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 好了,刚才我们说的全部是语言 或者是足企 但是最大部分听说的就是 近这十几年是图像上的突破 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哪些是字串 哪些是数字 是你的电脑语言程式里面 已经拥有的一些特质 它容许这个参数有这样的表现 但是你那个电脑程式 你不是说用图片来写程式的 你问题是如何将图像的资讯 转化成为一些可以令到电脑学习的一些程式 图像的颜色可以千变万化 图像里面的内容可以千变万化 你学会某一种的画风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比较容易常见到 有很多东西如果我说得不够准确 大家不要怪的 因为我尽量尝试可以形象一点说 首先有个字眼可能台长有 highlight convolution convolution 这些字 你读统计或训统讯号分析 很喜欢学correlation和convolution 很多时候correlation是说两排数据 它本身的关联度 即是那样的A出现 B出现的仕价有多少 是的 如果大家关联度高 A升的时候B又升 所以在股市不停地去计correlation convolution很多时候是说 在空间上的关联度 这件事会不会只不过 是将其中先前的一件事 移动了一格 即是如果在卡通公仔 前面那辆火车在这里 下面那辆火车移动了 其他太阳的没有转 原来你又将它 放入一个convolution的分析 你就已经可以看到 原来是有一些参数帮你capture 是有样东西一直移动 有些东西在移动 有些东西就没有移动了 它可以由convolution的数据 去表现出来 但是为什么要有几层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 它每一层的分析 都是企图将不同的特征 变成为一些数据 有人在中间其中一层 拿出来将数据呈现出来看看 原来可能就是说 它们的旋转度是怎样的样的 有些就是说它移动的程度 移动后相似的程度有多少 即是在这幅图像上 平移对称的东西的成分有多少 一张和另一张的关联度有多少 颜色色彩的关联度的变化 它记录了很多种不同的数据 即是等于我去问 小朋友去学习一个画的时候 它究竟我抽到其中一个神经元的时候 里面是否跟我分析中 那个好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这样问 因为这个是以前试过的嘛 例如说我给你上去看 你的脑里面哪一盏灯 是 而是可能就是说 有不同区域 你说了个好字给小朋友 他觉得开心不开心 里面的分析已经是一组的神经元 每个都负责负载着 那个任务的不同的资讯 可能这个是主宰着 我究竟听到个好字的时候 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或者什么好字代表着危险还是不危险 是有个参数有个成分 有个百分比 甚至乎有个基率 里面那个人工神经元 发生的事情是类似的 里面那个参数 你很难是很直观地说 它代表着是什么 你只要有一个适当的train 它就那个参数 懂得自我挑战 以后你想自己拌一些新的东西 用到这些大文西参数 由这些参数再给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帮你拌到你想要的东西 去draw a picture of 梁锦祥骑马吃甜筒 还要是样子 狠狠狠地吃甜筒 给我拌幅这样的图 然后背后是很有 这个new age的情调 它就能做出来的